宋朝时期 沈家寨有一对年轻夫妇 丈夫叫沈大山 是一个走香窜户的货郎 妻子李氏是一个朴实的农家妇女 在家里纺线织布 夫妻两个勤劳肯干 日子虽不算富裕 但也吃喝不愁 沈大山有一个弟弟叫沈小山 因为父母双亡 一直跟着歌嫂生活 如今沈小山也到了试婚年纪 沈大山夫妇就拿出所有的积蓄 准备为她说一门亲事 经过媒婆牵线 沈小山就娶了邻村的姑娘王莲花为妻 新婚燕儿 本应该甜甜蜜蜜 如交似妻才对 可成亲弟二天 王莲花就回娘家去了 一连几日也不回来 沈小山就去岳父家里接妻子回家 可王莲花却不愿意回来 她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沈大山和李氏见沈小山自己回来 就问她怎么回事 沈小山不说话 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唉声叹气 沈大山就买了一些礼品 和妻子李氏一起去了王莲花的娘家 想接王莲花回家 王莲花的母亲说道 要想让莲花回去不难 你们兄弟分家单过 把房子给他们 再给他们二母良田 要不就不回去 沈大山夫妇这才知道 原来王莲花是想分家过 于是就同意了 说道 沈子放心吧 回去就把家分了 把房子和良田都给他们 在沈大山夫妇的再三保证下 王莲花跟着他们回去了 回去之后的第二天 沈大山就找来 德高望重的族长主持分家 他主动提出 把家里的几间房屋和几母良田 给了沈小山夫妇 分家之后 王莲花也很少回娘家了 沈小山下地干活 他在家里做家务 因为他家的田地多 又是良田 因此建的良事也多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再说沈大山两口子 没有了房子 积蓄给沈小山娶媳妇 也花完了 就自己制作土坯 盖了两间茅草屋 他们家的二母薄田收成又不好 建的粮食根本不够吃 沈大山的女儿清苗十一二岁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每天吃野菜根本不行 沈大山为了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好日子 就去城里做了一名脚夫 所谓的脚夫就是搬运工 下的是苦力 不过挣的钱也不少 沈大山吃苦耐劳 在城里干了两年攒下一些钱 就回家买了二母粮田 从此之后就留在家里种地 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也是温馨幸福 沈大山农忙的时候种地 农闲的时候 担起货廊挑子走香串户做买卖 李氏也坐鞋子去城里卖 他们的日子也是吃着甘蔗上楼梯 节节甜步不高 沈小山两口子的日子本来也可以 可王莲花生了一场大病 家里的积蓄都花完了 还卖了一亩粮田 她的病是好了 可家中的光景也是一落千丈 日子不好过 王莲花就天天与沈小山吵闹 说她没本事 非要逼着她去城里做脚夫 沈小山没有下过苦力 她也离不开妻子 因此就不愿意去 一日 沈大山两口子去山里打爷国子 竟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沈小山听说 哥嫂失踪了 赶紧组织村民们去山里寻找 找到的竟然是两件血衣 据沈轻苗的辨认 这两件衣服就是父母出门时穿在身上的 看来他们是凶多吉少了 沈轻苗抱住衣服痛哭不止 沈小山作为叔叔 如今孩子没有了父母 他就是沈轻苗最亲的人 就把他领回家去了 沈轻苗被沈小山夫妻收养 他家的房子和土地自然也是沈小山的 如今他们的土地多了 沈小山就留在家里种地 沈轻苗在沈小山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天五更起床 打水 打扫院子 然后做饭 饭做好之后才叫叔神起来吃 白天还要下地干活 上山砍柴 晚上访线之步 虽然很累 但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半句 因为他知道抱怨不但没用 甚至还会遭受书审的打骂 沈轻苗十六岁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她皮肤白皙 眉眼如画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村里有一个叫李玉郎的书生 能写绘画 风流倜傥 只是家中贫困 她白天砍柴 夜间读书 日子过得很拮据 她在山上砍柴的时候 就遇到了漂亮的沈轻苗 她的心一下子就被俘虏了 心想 今生要是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 也不枉来到人事一遭 沈轻苗见她痴痴地看着自己 小脸羞得通红 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李玉郎叫住了 问道 你就是沈轻苗姑娘吧 沈轻苗心中的小鹿乱撞 点点头说道 正是 说完就走了 从那之后 沈轻苗每次上山砍柴 都会碰到李玉郎 慢慢地两个人就熟悉了起来 李玉郎为沈轻苗画了一幅画像送给她 沈轻苗也把自己的手帕送给了李玉郎 都是十几岁的年纪 爱如潮水势不可挡 二人 你请我愿 就私定了终身 李玉郎把沈轻苗揽在怀里说道 明年 我就要进京赶考了 等我高中之后 就回来娶你 沈轻苗听着她狂有力的心跳 想到以后的幸福生活 羞答答地说道 玉郎哥 无论你是贫穷或者富有 我都愿意嫁给你 白手不离分 沈轻苗与李玉郎有了感情之后 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心情好了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容颜也更加美丽动人了 爱情是最好的护肤品 这话一点不假 一日沈轻苗在家里做饭 沈小山两口子赶庙会去了 这时就有一个老乞丐走进院子里 说道 姑娘给口吃的吧 我赶了几天的路 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沈轻苗看见老乞丐是又累又饿 赶紧就搬一把椅子让她坐下 说道 老伯 您等一下 饭马上就好了 饭做好之后 沈轻苗就盛了一碗西粥 又拿来两个饼子给她吃 老乞丐实在是太饿了 拿起饼子就往嘴里塞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沈轻苗见老乞丐吃完 又要给她盛饭 老乞丐说道 我已经吃饱了 谢谢你姑娘 这天也黑了 我可以在此留宿一晚吗 沈轻苗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可话说出口她又后悔了 因为她根本不当家 书沈不会同意留宿一个老乞丐的 正在她担心的时候 沈小山两口子就回来了 看到屋里坐着一个老乞丐 脸就阴沉了下来 王莲花说道 她是谁 怎么会坐在家里 太晦气了 沈轻苗赶紧说道 叔 沈 这位老伯想在家里借宿一晚 你们看怎么样 沈小山斜眼看看老乞丐 说道 你看她浑身脏兮兮的 怎么留宿 就是 这样的人来家里就晦气 赶紧走 王莲花摆摆手 一副不屑的神情 沈轻苗说道 让老伯睡我的房间 我睡在柴房里 不行 谁知道她是什么人 留宿在家里 要是出了是你负担得起吗 王莲花怒道 老乞丐见这情况 就站起来对沈轻苗说道 姑娘 谢谢你的晚饭 我还是走吧 不给你添麻烦了 老乞丐说完就走了出去 沈小山一听老乞丐 还在她家吃了饭 就训斥沈轻苗不该给她饭吃 王莲花赶紧跑到造坊里去看 就看到两碗西粥和一个饼子 就开始大骂沈轻苗是败家嘴 并说道 好你好心 把饭给别人吃 那就罚你三天不要吃饭 你要是敢吃一口 我把你的嘴撕烂 沈轻苗面对书婶的谩骂 也没有做任何辩解 她心里担心着老乞丐 今晚上怎么过 王莲花说道做道 次日就不让沈轻苗吃饭了 但活照样干 沈轻苗上山上砍柴 她又累又饿 差一点没有晕倒 这一幕正好被李玉郎看到 赶紧扶住了她 问她是不是病了 沈轻苗就把老乞丐的事说了 说书审罚她三天不能吃饭 李玉郎听了很心疼她 骂沈小山俩口子太不是人了 她说道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过了半个时辰 李玉郎就拿着几个红薯来了 她生了一堆火烧红薯 红薯还没有烧熟 沈小山就找来了 她看到沈轻苗和李玉郎在一起 就气不打一处来 对她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她又警告李玉郎说道 你一个穷书生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这次就算了 以后让我看见你们 我就打断你的腿 李玉郎并不怕沈小山 说道 你做叔叔的就这样虐待侄女 三天不让她吃饭 你们还是人吗 沈小山一听 捡起地上的一根棍子 就朝李玉郎打去 骂道 你这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 竟敢骂人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 李玉郎虽然是一个书生 但她经常砍柴 身体很强健 小个子的沈小山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李玉郎一把抓住沈小山的手腕 说道 我还告诉你了 我这癞蛤蟆就要吃天鹅肉了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沈小山痛得哇哇叫 沈青苗怕把事情闹大 赶紧要李玉郎放手 李玉郎就放开了手 沈小山知道自己不是李玉郎的对手 就不敢再骂她 而是呵斥沈青苗 说她不检点 拉着她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 沈小山就把在山上的事情 对王莲花说了 王莲花听了也是气愤不已 把沈青苗又骂了一顿 沈青苗不敢辩解 就跑回屋子 扑在床上痛哭 晚上 沈小山俩口子就商量着 如何快点把沈青苗嫁出去 要是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就不好了 次日一早 沈小山就找村里的媒婆说媒 说要把沈青苗嫁给大户人家做小 媒婆一听 也是媒开眼笑 说道 放心吧 这个不难 一定能嫁个大户人家的 没过几天 媒婆就来到沈家 说城里的赵元外 要娶沈青苗为妾 赵家可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替礼自然不会少 沈小山两口子 一听高兴坏了 王莲花说道 她愿意出多少聘礼 媒婆说道 赵元外说了 只要青苗嫁过去 就拿五十两白银 外加两体花布 这聘礼也是少有啊 沈小山说道 好 你去给赵元外说 拿着聘礼来接人 媒婆就喜滋滋地走了 两天后的傍晚 赵家就拿着聘礼来到了沈家 要把沈青苗带走 沈青苗得知他们要把自己嫁给人家做小 就哭着不愿意去 可她一个柔弱的女子 反抗一点用都没有 就强行被塞进了赵家的马车里 李玉郎听说了沈青苗的事 就来到沈家阻止 结果被王莲花抓了一脸萝卜丝 也没有留住自己的心上人 沈青苗被拉到赵家时 已经是二更天了 赵家冷冷清清 根本不像是要成亲的样子 赵夫人对几个丫鬟说道 带新娘子去更衣 然后送到新房去 几个丫鬟脸上没有一点喜气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阴沉沉的 好像是要办丧事 而不是喜事 沈青苗被他们带到一个洗澡房洗澡 然后换上大红洗服 几个丫鬟就把她送到了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 桌子上摆着白色的蜡烛 还放着鸡鸭鱼肉 不过都是生的 沈青苗感觉有一股阴森森的寒气扑面而来 她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赵夫人就坐在屋子里 好像监视着沈青苗一样 突然一个丫鬟跑了过来 说道 夫人 不好了 一个老乞丐送来了一个花圈 还说要见新娘子 众人拦不住她 就在外面打了起来 你赶紧去看看吧 赵夫人一听 神情紧张 就出了房间 沈青苗感觉这赵家太过诡异 就想要逃跑 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就从窗户外跳进来一个少年 这少年也只有十五六岁 穿着破烂的衣服 一看就是一个乞丐 沈青苗惊慌失措 问道 你是谁 我是来救你的 赶紧跟我走 少年拉起他 就从窗户跳了出去 沈青苗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顾不得多想 被少年拉着一路狂奔 一口气跑了十多里才停下来 此时天已经微亮 每家每户的鸡子都开始打鸣 沈青苗看看这个少年 他并不认识 说道 请问侠氏尊姓大名 少年说道 我没有正经名字 大家都叫我叫张三 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 这时一个老乞丐就走了过来 沈青苗一看就认出了老乞丐 惊讶地说道 老伯 怎么是你 张三说道 这就是我师父 原来老乞丐不是普通人 他法力高深 还精通亏音术 这个叫张三的小乞丐 是他的徒弟 今日傍晚 二人路过沈家寨的时候 听见村民们的议论 老乞丐大惊失色 因为那赵家早在几年前 就被灭门了 那座宅子是一座荒宅 他赶紧带着徒弟去了 他拿着花圈在院子里纠缠 把赵家的鬼妹都引到院子里 让徒弟张三去救出沈青苗 听了老乞丐的话 沈青苗浑身的汗毛都树立起来了 他心中一阵后怕 要不是老乞丐 他已经死了 沈青苗说道 多谢二位的救命之恩 青苗这辈子无以回报 老乞丐说道 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就你是应该的 再说沈小山夫妇 他们收了赵家的五十两银子和两体花布 高兴得一夜未眠 次日一大早又拿出来看 这一看二人下了个半死 那五十两的银定子 居然变成了一个纸元宝 两体花布也变成了黄纸 二人觉得上当了 就拿着去找村里的媒婆 谁知媒婆的洗钱也变成了纸钱 直到这时 几人才意识到 赵家根本不是人 他们上当了 但沈小山夫妇还是不甘心 就让媒婆带他们去赵家一趟 媒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几人一起就去了城里 当他们来到赵家的宅子时 看见宅子的大门紧闭 门上都扯满了蜘蛛网了 看来是好久没有开过门了 他们就打听过路的人 问赵家昨天晚上是不是娶亲了 过路的人听了像看怪物一样的 看着几人说道 这赵家在几年前就没有人了 这座宅子已经成了荒宅 娶什么亲 我看你们几个是不是没睡醒啊 几人听了过路人的话 感到不寒而栗 原来赵家娶的是鬼亲 看来沈青苗已经死了 他们心中恐惧 转身就要离开时 县衙的瀑头就带人来了 就把沈小山夫妇抓住了 在大堂上 他们见到了沈青苗 吓得脸色苍白 哀求道 青苗 我们真的不知道那赵家的底细啊 我们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你就饶了我们吧 每年的忌日 我们都会祭奠你的 只献大人一拍经堂目道 沈小山 你哥嫂对你恩重如山 为你娶妻 又把房子和最好的田地都给了你 你居然恩将仇报 害死哥嫂 你可知罪 原来沈小山两口子 为了得到沈大山家的良田 残忍地害死了沈大山两口子 他们把两件血衣留下 制造了他们被野兽吃掉的假象 老乞丐懂得亏因数 因此得知了真相 并找到了二人的尸首 就让沈青苗来县衙报了官 此时的沈小山两口子 已经被赵家的事吓糊涂了 没有辩解 就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二人被打入死牢之后就疯了 等待秋后问斩 沈青苗回到沈家寨 见到李玉郎抱头痛哭 两个苦命鸳鸯 终于结为了夫妻 第二年 李玉郎高中榜眼 在南方做了一名县令 他为官清廉 造福一方百姓 后来官生三品 夫妻二人一生 做了很多好事 八十多岁才无疾而终 子孙后代也是非富即贵 明朝末年 苏州城有一个大富商 名叫王富贵 十年二十四岁 家中良田千亩 商铺成牌 日子过得羡煞旁人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雄厚家业 你肯定以为此人是个富二代 要么是家里有矿 其实并不是 王富贵是一个地地道道 富一代 他这万贯家财 都是他靠着自己的善良 和聪明才智赚来的 其实王富贵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三岁时死了母亲 十岁时死了父亲 父亲死后 他四处漂泊 白天要饭糊口 晚上走到那里 就睡到那里 据说 在王富贵十二岁的时候 他看见一个小女孩被蛇咬了 他就用一种叫毒蛇草的野草 给小女孩清除蛇毒 谁知那个小女孩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个晋商的女儿 晋商为了感谢他 就收他做学徒 叫王富贵去他店里帮忙 这一帮就是五年 这五年期间 王富贵任劳任怨 勤奋上进 掌握了做买卖的门道 那进商见他可靠又能干 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随后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带着富人回家乡创业 王富贵就带着新婚富人 回到苏州创业 他做生意讲究诚信 从不坑蒙拐骗 很多人都愿意和他合作 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名人 王富贵和妻子也是恩爱有加 虽然结婚已经七年了 二人依然像新婚夫妻一样如娇似妻 难分难舍 这样的感情按理说 应该早有了爱情的结晶 可这王富贵的妻子 李氏却迟迟不见怀孕 所以至今也没有生下一儿伴女 李氏没有能给王富贵生下一男伴女 虽然王富贵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二话 可李氏心中十分愧疚 感觉对不住丈夫 他就劝王富贵在那一房小妾 说不定能为他生下孩子 王富贵对妻子的感情深厚 他今生只想把自己的爱权都给妻子 听妻子说让他娶妾 他就一口回绝了 李氏也是多次劝说 但他就像吃了秤妥铁了心 就是两个字不娶 李氏见状也就不再提这事 一日 王富贵和李氏正在家里说话 突然就听到有人敲门 李氏打开房门一看 来人是王富贵的远房表哥 手里拉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李氏赶紧让二人进屋 一进屋那人就要自己的儿子给王富贵夫妇跪下 王富贵这个远房表哥名叫张三 是一个走向窜户的货郎 原来他的媳妇和邻村的一个光棍汉跑了 他要去找媳妇 儿子没人照看 就想把孩子过季给王富贵 李氏赶紧扶起孩子 对张三说道 都是自家人 你去找媳妇 就把孩子留在这里吧 我会照顾好他的 这个孩子名叫张小宝 长得很俊俏 而且很聪慧 一听李氏说 让自己留下 就赶紧做一感谢 王富贵为了不让李氏有愧疚之心 也想过要过季一个孩子 可一直没有合适人选 今天张三主动上门 并且这孩子看起来聪明乖巧 如果过季做自己的儿子也不错 可他想这张三就一个孩子 他今天说这话完全是没办法了 所以自己不能趁火打劫 就说道 你有事就去忙 孩子放在这里吧 你啥时回转啥时候带走 可张三好像铁了心 要把孩子过季给王富贵 说道 我这一去 不知道何时能够回转 还是把小宝过季给你们吧 我不能让你们白白给我养儿子呀 王富贵夫妇推托不过 就同意了过季小宝 从此以后 小宝就成了王富贵的儿子 张小宝改成了王小宝 王富贵非常看重小宝 给他请了私塾先生来教他读书写字 平时衣食住行都照顾得井井有条 王小宝也很快适应了在这个新家的生活 孩子的嘴特别甜 给王富贵夫妇叫爹娘也很顺口 听得夫妻二人是笑口常开 就这样过了半年 王小宝逐渐忘记了他的亲生父亲张三 可突然有一天 张三又回来了 他披头散发 浑身脏兮兮的 李氏见到张三这个样子 赶紧叫丫鬟给他烧了洗澡水 并让丫鬟给他准备了新衣服换上 张三洗过澡 吃过饭之后 才对王富贵夫妇说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他在外省找到了妻子和邻村的光棍汉 他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回来 妻子不但不回 还指使那个光棍汉找人打他 他在哪里纠缠了些日子 剑已经无法挽回 妻子就回来了 王富贵听了很同情他 就问道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张三摇摇头 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如今是身无分文 什么也干不了 你看在小宝的面子上 就让我留下吧 我什么都可以干 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王富贵夫妇本来就心善 平时没少做善事 何况张三又是小宝的亲生父亲 按理说他们更应该帮助 反正他们的生意做得大 家里家外都需要人手 王富贵就答应了 张三以前做过货廊 虽然只是小买卖 可世上的买卖是相通的 王富贵想着张三有做买卖的经验 就让他去店铺里帮忙 张三果然是个头脑聪明的人 在王富贵的店里干的是得心应手 王富贵的父亲是在地里干活时突然死亡的 那时他才十岁 没有钱 也没有力气 就把父亲就地掩埋了 他当时对父亲说 等自己有钱了 一定为他寻得一块风水宝的重新安葬父亲 如今他已经是万贯家财 而且还有了一个儿子 于是就想着给父亲签坟 让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得以安息 王富贵的老家离苏州府有几百里路 他回去给父亲签坟 一时半会也回不来 但又不放心妻子和儿子 于是就让张三放下店里的事情 来到家里照应着 张三爽快地答应了 说道 家里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毕竟张三是他的远房表哥 又是小宝的亲爹 王富贵就放心地回了几百里之外的乡下 回到乡下 他找来一个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 要他给自己的父亲选一处风水宝地 他要给父亲签坟 可那风水先生却说 如今你父亲所葬的地方 就是风水宝地 这个坟不能签 否则会出事 王富贵虽然脑子灵活 做生意是一把好手 可是他也有一些固执 当时埋葬父亲时没有受医 更没有棺果 他总是感觉对不住父亲 所以他想这个坟必须要签 即使不签 也要把父亲的尸骨挖出来 重新安葬 风水先生见劝不住他 就说道 你执意要挖坟 我也没有办法 也许会有灾难降临 王富贵是一个孝子 为了父亲 他不怕灾祸 说道 如果有灾祸降临 那就请降临到我头上吧 于是 王富贵就花钱 请来一些当地的农民 过来帮忙挖坟墓 他交代众人 一定要小心挖 不要挖坏了父亲的骨头 众人就小心翼翼地 把坟地挖开了 然后 把里面的白骨 一根根捡出来 清理干净 由于时间太长 又没有棺材 所以要找 全所有的骨头并不容易 要一点一点地往下挖 正挖着 突然有一个人大叫 有蛇 众人一惊 就看见一条 有筷子那么粗 足足有两米长的白蛇 这条蛇已经被挖成了两截 王富贵听别人说过 如果坟墓里 有蛇 就是蛇关 说明 这里是块风水宝地 蛇是守护阴宅的神灵 所以 一定不能惊动它 更不能伤害它 可现在它不但惊动了神灵 而且这蛇被挖成了两截 它心中 就非常忐忑 王富贵捡起白蛇 把两截对在一起 用布条包裹住接口 重新放回木坑之中 命令人把那条蛇 埋在土里 然后把父亲的尸骨 装进棺材 重新埋葬在了原地 晚上 王富贵睡在自家的老宅里 一想到白天的事情 心里就坠坠不安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她翻来 扶去难以入眠 一直到半夜三更才睡着 她刚睡着 就看见一个白衣女子 站在她的床前 说道 你将要大祸临头而不自知 王富贵问道 请仙人指点迷津 那白衣女子说道 我本是守目蛇仙 会保佑你家业兴旺 一生平安 可你却一意孤行 要挖开你父亲的坟墓 你这样做不但毁坏了我的宫殿 而且还伤到了我 你是要受到惩罚的 王富贵一听 赶紧说道 我父亲死时没有关过 我也是怕父亲在阴间受罪 才这样做的 请蛇仙看在我一片 孝心的份上饶我一次吧 白衣女子说道 我本来是要惩罚你的 可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 就饶过你这一次 你为人心地善良 给我包扎伤口 所以我提醒你 要小心你身边的人 否则将大祸临头 王富贵还想问是谁要害自己 那白衣女子就消失不见了 她一着急就醒了过来 摸摸额头 全是冷汗 梦中的白衣女子 就是被挖断的那条白蛇 王富贵想想 刚才的梦觉得不可思议 蛇仙让她小心身边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 王富贵就启程 坐着船回苏州去了 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妻子见她回来 并没有出来迎接 看起来很冷漠 张三看见王富贵回来 却热情地迎了出来 说道 你这一走这么多天 那边的事情办完了 王富贵点头 李氏端来几碟子小菜和一壶酒 说让王富贵用餐 王富贵就邀请张三一起喝酒 张三也没有客气 就爽快地答应了 酒过三旬 王富贵不胜酒力 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张三一看王富贵 已经喝得不省人事 就和李氏一起 把她扶到房间里 张三看着李氏 从腰间拿出一把尖刀 说道 今天把她杀了 她死了之后 咱俩一起过日子 如果她不死 我把那天的事告诉她 她也会把你休了的 你自己看着办 半夜我来收尸 张三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李氏手中拿着尖刀 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她转过头去 看见王富贵居然站在她身后 就吓了一跳 手里的刀子也掉在了地上 李氏赶紧跪在王富贵脚下痛哭 其实刚才张三说的话 王富贵都听见了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 有把柄抓在张三手里 但不知道是什么把柄 王富贵扶起李氏说道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李氏就把她不在家这段时间的事情 与王富贵说了 原来自从王富贵离开家后 张三舅舅告诉王小宝 自己才是她的亲生父亲 并对李氏大献殷勤 夜里还会敲李氏的房门 想和她发生亲密关系 李氏是个洁身自好的女子 她又深爱着自己的丈夫 所以张三就没有得逞 就在王富贵回来的前两天 张三威胁李氏说道 今天王富贵就回来了 不该说的话你不要说 免得招惹祸端 李氏也盼望着王富贵早日回转 一听说她要回来了 心中就非常高兴 晚上时就在房间里等着丈夫 可到了午夜时分 还没有见王富贵回来 她就脱衣睡了 迷迷糊糊中 她感觉有男子上了床 并与她干了夫妻之事 李氏还以为是自己的丈夫王富贵 谁知早上醒来看见 躺在自己身边的男子 居然是张三 李氏又羞又恼 就训斥张三 没想到张三却威胁她说道 你已经和我发生了关系 如果王富贵知道 一定会羞了你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杀了 咱俩做长久夫妻 李氏和王富贵夫妻恩爱 她当然不会害自己的丈夫 可又怕丈夫知道了她和张三之间的事情 她想 只有一死了之 张三把刀子放在她手里时 她想再看一眼 心爱的丈夫 然后自杀而死 没想到王富贵却站在自己的身后 王富贵听了李氏的讲述 心疼地说道 娘子 让你受苦了 这不是你的错 李氏听王富贵这么说 就扑到她怀里哭了起来 昨天晚上 白蛇托梦 让她小心身边之人 今天回到家里 又发现自己的妻子 李氏对自己很冷淡 王富贵就长了个心眼 喝酒的时候就装醉 果然发现了端倪 原来是张三要害她 刚才张三说 半夜过来收尸 王富贵凑近李氏的耳朵说了几句 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家 半夜时分 李氏跪在地上哭泣 说道 官人 我本来不想杀你的 可我已经和张三有了奸情 如果不杀你 你就会把我修了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你安心上路吧 咱们下辈子再做夫妻 张三趴在窗户旁 听到李氏的哭声 知道他已经把王富贵给杀了 就大声说道 上 埋伏在院子里的几个伙计 就跑了上来 张三踹开门 几个男子就一起闯进了屋子 张三看着床上的被子吓鼓鼓的 以为肯定是王富贵的尸体 就怒吼道 李氏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竟敢谋杀亲夫 把她给我抓起来送官 那几个男人就上前 用绳子把李氏捆绑了起来 几人压着李氏刚走出院子大门 支县就带着一群官兵围住了几人 张三赶紧说道 支县大老爷 这个女人李氏居然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 尸体就在她的房间里 我们正要把她送到县衙去呢 没想到你们来得真是及时 几个官兵上前从几人的手里接过李氏 支县说道 你带我去看看尸体 张三赶紧带路 来到李氏的房间里 他走到床前说道 尸体就在被子下面 说着就猛地掀开了被子 当被子掀开的一刹那 张三惊叫一声 差一点晕倒 原来被子下面根本不是王富贵的尸体 而是一床被子 张三面色苍白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道 肯定是他把尸体藏起来了 当他转过身子看支县大人时 却看见王富贵就站在他身后 吓得张三两腿发软 一下子就蹲在地上 惊叫道 你是人是鬼 王富贵说道 这里没有鬼 是你心里有鬼 支县大人一声令下 几个牙翼就把张三和他的同伙 都绑了起来 支县大人连夜对张三 进行了审问 原来张三是下了一盘大棋 其实他的老婆并没有跟别人跑 他之所以那样说 就是想让王富贵夫妇 过继他的儿子张小宝 他出去半年说是找妻子去了 其实在自己家里 半年之后又来到王家 王富贵让他在店里帮忙 趁着这个机会与王富贵建立感情 王富贵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 所以他回家给父亲签坟 就让张三在他家里照应着 趁王富贵不在家 张三设计侵犯了李氏 抓住李氏的把柄 欺骗李氏说要与他做长久夫妻 其实他是想借李氏之手杀死王富贵 然后把李氏绳之以法 最后王家的财产就落进他一人的手里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罪恶计划不得没有得逞 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张三被抓之后 张三的妻子真的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光棍 对于王富贵夫妇来说 张小宝是仇人的儿子 也是张三计划中的一个棋子 按理说王富贵夫妇不应该再继续养他 可夫妇二人心善 知道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继续养着他 依然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不知为何 一直怀不上孩子的李氏 在半年后居然怀上了孩子 又过了九个多月 李氏生下一对龙凤胎 夫妻二人心中欢喜 日子甜如蜜 王富贵夫妇虽然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依然把张小宝视为己出 对他的爱事有增无减 张小宝也很感恩 长大之后帮助王富贵管理生意 十分孝顺二老 南方小镇上有一个武徒夫 这人长得是五大三粗 凶神恶煞 大人见了稀口凉气 小孩子见了哇哇大哭 武徒夫常年宰杀牲畜 人们都说他身上有牲畜的怨气 再加上相貌丑陋 很多人都是敬而远之 不过他宰杀技术好 生意做的是红红火火 武徒夫有一个儿子 名叫武光明 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 这孩子长得纯红齿白 眉眼如画 一点都不像他爹 众人都很疑惑 背地里猜测这孩子 可能不是武徒夫亲生的 据当地的老人们说 武徒夫是十年前来到这个小镇上的 他独自一人带着一个孩子 谁也没有见过他的妻子 至于这个孩子 是不是武徒夫亲生的 谁也说不清 武徒夫虽然相貌丑陋 让人不敢轻易接近 不过熟悉他的人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因为他这人心地善良 左邻右舍谁家有困难了 他都会帮上一把 珠下水什么的也经常分给邻居们吃 看见讨饭的 流浪的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武徒夫没有文化 是一个大老粗 但他希望儿子做个文化人 从小就把武光明送到学堂读书 希望孩子将来不再走自己的老路 武光明读书也特别有天赋 无论是什么书他都过目不忘 说起话来出口成章 武徒夫看见儿子书读得好 就洗得合不拢嘴 武徒夫身体强健 一年到头也没有生过病 可不知为何 一场秋雨下了整整半个月 武徒夫就感染了风寒 他这一病还相当严重 发高烧 头重脚轻起不了床 因为没有妻子 照顾他的重担 只能落在武光明身上 这孩子特别地懂事 孝顺 每天给父亲熬药 做饭 照顾得无微不至 武徒夫看着儿子 心中很是欣慰 不过他这一病 耽误了儿子的学业 心中就很不适滋味 武徒夫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在儿子的精心照料下 恢复了健康 又开始了他忙碌的宰杀生活 一场大病之后 有人就劝武徒夫找个老伴过日子 二人也好有个照应 武徒夫却只是摇头 内心的想法从来不说 在古代 徒夫这个行业可是个赚钱的行业 武徒夫干了十来年徒夫 也积攒了不少钱财 可以说吃穿不愁 论生活条件不愁找不到另一半 可就是长相再加上这职业的原因 让很多女子都望而却步 可缘分 这是真的不好说 突然有一天 镇里的刘媒婆来到家里 说把邻村一个叫水莲的女子 给她说说 这水莲十八岁 长得是貌美如花 可她命苦 父亲去世的早 她和母亲相依为命 如今母亲去世 没有钱埋葬母亲 就说谁帮她后葬母亲 她就嫁给谁 武徒夫听了刘媒婆的话 连连摇头 说道 我都年过半百的人了 人家一个年轻的姑娘 怎么会嫁给我呢 刘媒婆说道 水莲姑娘和其他姑娘不一样 人家说了 外貌和年龄都不是距离 也不看职业 只要能埋葬她母亲 并真心实意地对她好就行 武徒夫听了心中 也泛起了涟漪 一个人的日子确实很苦 就答应和刘媒婆一起与水莲见一面 看看人家姑娘能不能看上自己 刘媒婆就把水莲叫到自己家里 让她与武徒夫见上一面 水莲见到武徒夫着实吓了一跳 她用手绢遮住半边脸不敢看她 武徒夫见到姑娘 这样很是尴尬 说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 说晚起身就走 请等一下 一个甜如蜜的声音响起来 武徒夫一听就停住了脚步 回头看着水莲 不解地问道 姑娘有什么话要说吗 水莲垂眸说道 只要你愿意厚葬我母亲 我就真心实意地与你过日子 武徒夫看着面若桃花的水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时间有些愣神 刘媒婆赶紧上来说道 好好 水莲姑娘放心吧 武徒夫是一个好人 你嫁给他不会吃亏的 既然水莲都这么说了 武徒夫就不再推辞 拿钱把他母亲厚葬了 然后风风光光地把水莲取进了门 众人见武徒夫 娶一个如此貌美的妻子 都说武徒夫厌福不浅 真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很多男子也是羡慕不已 想不到武徒夫都年过半百了 还有如此的好福气 洞房花竹叶 武徒夫掀开水莲的红盖头 看到貌若天仙的新娘子 好像是做梦一样 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单身了大半辈子 到老了又娶个美娇妻 水莲害羞地低着头不说话 武徒夫想到自己的容貌 趴下这新娘子 心中很是忐忑 小心翼翼地说道 娘子 天也不早了 咱们歇了吧 水莲抬眸眼泪汪汪地 看着武徒夫 武徒夫见他这样 还以为他这是后悔了 就平静了一下心神 说道 你不要哭 如果你后悔了 现在还不晚 我放你离开就是 水莲听他这么说 就哭出了声 说道 不 我不后悔 我这是高兴的 你厚葬了我的母亲 我会一辈子伺候你的 好好地与你过日子 武徒夫须惊一场 听水莲声泪俱下的诉说 说道 娘子放心吧 我会对你好的 水莲从小没有父亲 听武徒夫这样说 就很感动 扑在他怀里痛哭不止 新婚之夜 一个是年过半百白发翁 一个是貌若天仙美少女 犹如枯藤缠绕嫩花香 风流不减少年时 成亲之后 武徒夫对水莲是疼爱有加 水莲也是头之以礼 抱之以逃 对武徒夫也是体贴入微 把他的衣食住行 照顾得井井有条 水莲不但对武徒夫媒得说 对武光明也特别好 给他做饭洗衣 照顾得无微不至 武光明就叫他娘 水莲觉得别扭 就说让他叫他姨娘 武光明就叫他姨娘 武徒夫一家三口的日子融洽幸福 本来大家以为这水莲年轻漂亮 不是真心实意地与武徒夫过日子 如今看来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有一个叫张三的男子 平时就爱沾花惹草 他见武徒夫娶一个貌美的小娇妻 再看看自家的糟糠之妻 就心里不平衡 趁着满肉的机会就到后院里调戏水莲 结果被武徒夫发现 拿着杀猪刀就要砍他 吓得他抱头鼠窜 哪些对水莲响入飞飞的男子 见到这一幕 也就死了蠢蠢欲动的贼心 不敢靠近水莲 任何事物都是在变化的 水莲的内心也是如此 一开始 他感觉嫁给武徒夫吃喝不愁 就很幸福 可时间久了 心中就很落寞 这年天气多雨 出现了洪灾 地里的庄稼没有收成 各行各业都不好过 武徒夫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 挣不到钱 日子自然要拮据很多 水莲就对武徒夫 说不让武光明读书了 武徒夫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武光明已经十五岁了 自然也不能在家里吃闲饭 武徒夫就教他杀猪卖肉 从小就在学堂里长大的武光明 自然看不惯宰杀牲畜的场面 吓得脸色煞白 武徒夫见他胆子小 就让他天天观摩宰杀现场 再让他实操练习 武光明虽然害怕 但他是一个敢于挑战自我的小伙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年的锻炼 他终于可以自己独挡一面了 一日 武徒夫把武光明叫到跟前 说道 如今你也十六岁了 爹也老了 我就把这把刀传授给你 以后你好好杀猪卖肉 养家糊口 武光明看着苍老的父亲 说道 爹爹放心吧 以后由我撑起这个家 你就安度晚年吧 武徒夫肯定地点点头 从此之后 武光明就继承了父亲杀猪卖肉的行当 武徒夫只是打打下手 没事的时候就拉着水帘出去溜湾 过起了老年生活 一日 武徒夫把武光明叫到跟前 对他说道 我有事要出一趟远门 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 你姨娘说你什么 你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武徒夫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今天居然说要出远门 武光明就很不理解 父亲年纪大了 出远门他确实不放心 就说道爹爹出门一定要小心身体 要不花钱雇个小丝与你一起去 武徒夫说道 没事 你爹这把老骨头还行 你就放心吧 武徒夫临走的时候 水帘就拉住他的手抹眼泪 说道 你出去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早点回来 武徒夫说道 放心吧 没事的 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我就回来了 你在家里也要照顾好自己 有啥事就让光明做 武徒夫走了之后 武光明每天都早起杀猪 晚上到天黑才收摊 一开始 水帘还按时做一日三餐 可过了十来天 他就连饭也不做了 顿顿去街上买着吃 而且也是早出晚归的不着家 武光明也不好说什么 有时卖肉太忙 顾不上去买饭 他一天只吃一顿饭 划分两头 武徒夫来到中原地区 在一个偏僻的破庙里 见到了一个人 那人戴着面罩 说道 如今太子已经长大成人 也是摊牌的时候了 武徒夫点点头 然后就趴在那人耳边 说了一阵 那人说道 很好 就国家于危难之中 是你我的责任 二人又低声说了一阵 就各自离开了 这日 邻居家要到外地 犯一批货物 为了安全起见 就让武光明跟着去 因为在当地有一种说法 牛鬼蛇神都怕屠夫 何况人呢 让他跟着压货就会安全很多 夏季卖肉的生意属于淡季 武光明就跟着去了 可能要一个月才能回来 水帘见武光明要出远门 就有些不舍 说让他在路上注意安全 转头便是喜笑颜开 武光明跟着邻居去进货 一切都比较顺利 本来计划着一个月才能回来 可半个月就回转了 武光明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三更 水帘也睡下了 他就使劲地敲门 喊姨娘开门 敲了好一会儿 水帘才提着灯笼 睡眼朦胧地来开门 他看见武光明回来 先是吃了一惊 随后脸上闪过一丝不意觉察的表情 武光明见秀莲只穿一件脖裙 而且脖裙都穿反了 心中有些疑惑 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说道 耽误姨娘睡觉了 你赶紧回屋睡吧 水帘没有多说 打着哈欠就进屋去了 武光明见水帘进屋 就悄悄地溜达他房间附近 来到窗子底下听动静 武光明回来了 等到他睡下了你就赶紧离开 别让他发现了 水帘的声音很低 不过武光明的听力好 听得一清二楚 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 好 等拿到那把刀 我就宰了它 然后带你远走高飞 水帘说道 那把屠刀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对 那把刀是嗜血刀 拿到那把刀 再要了他们的人头 咱们就可以 有想不尽地荣华富贵了 水帘说道 明日我就按照你说的做 先拿到刀再说 武光明躲在窗子底下 二人的对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他又想起 父亲把屠刀给他时 还教他了一句口诀 说遇到危险就拿出刀 并默念口诀 现在看来 这把屠刀真的是不一般 可他想不明白 这人既然是为刀而来 为何又要害他们父子性命 武光明来不及多想 赶紧回房睡觉去了 一夜无眠 次日 武光明像往常一样 早早起床杀猪卖肉 水帘一反常态 一日三餐都准备得很丰盛 说是武光明在外辛苦了 好好给他补补 晚饭的时候 水帘还灌了一壶酒给武光明喝 武光明喝了几杯 就感觉头有点晕 他在桌子上就起不来了 水帘赶紧把他扶进房间里 然后又叫了几声 见他没有反应 就赶紧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水帘刚一出门 武光明就从床上起来了 他悄悄尾随水帘来到他的房间 外面 美人 一会儿就行动 你在外面放风 我进去拿了屠刀 再要了他的命 然后去找那个老贼 武光明就站在门口 等着那人出来 谁知屋里却传来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他脸上略过喜色 踹开房门就进了屋子 床上的二人见武光明进来 就大吃一惊 水帘赶紧用被子包裹住自己 浑身颤抖着不敢看面前之人 那男子却一个愉悦翻身而起 衣服就穿在了身上 他抽出一把长剑就刺向武光明 武光明一个躲闪 悄悄抽出短刀 刺向那个男子 嘴里念念有词 屠刀从武光明手里飞了出去 静止刺向那个男子 眼看刀子就要刺进他的喉咙 他猛地挥舞手中的长剑 直接把刀子打了回去 屠刀飞向武光明 就要刺住他的时候 刀子又突然调转方向 朝男子飞去 看在他的手臂上 他手里的长剑光当一声就掉在了地上 这时 武屠夫从外面进来 静止走到男子面前 一只脚踩在剑上 武屠夫原名武昌盛 年轻的时候是朝廷的一员武将 他忠心耿耿地保卫江山设计 后来宫中内乱 王爷篡位 要杀害皇太子 武昌盛就与其他忠臣理应外合 救出了皇太子 为了逃避追杀 他就来到这个南方的小镇上 做起了屠夫 他杀朱用的那把刀 在战场上杀敌无数 已经炼成了一把嗜血神刀 有这把刀在 很多人对他望而生畏 皇太子被武昌盛带走之后 造反之人一直私下调查他们的下落 得知二人在此地 就派人来暗杀他们 派来的这个男子是一个专业杀手 江湖上称怪侠吴超 吴超来到小镇之后 得知武屠夫出了远门 他就知道不好 其实武昌盛这次出远门 就是和同僚们商议光复朝廷的大事 如今皇太子已经长大成人 也是该班师回朝的时候了 武昌盛不在 吴超就想先杀了武光明 只要武光明一死 武昌盛他们一伙就是一盘散沙 没有了根基 可武光明手里的屠刀厉害 他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就勾引水帘 想利用他拿到屠刀 再杀武光明 屠刀虽然厉害 可武光明没有熟练掌握使用技巧 要不是武昌盛及时赶回来 武光明的处境真的是很危险 吴超哪里肯认输 起身挥舞拳头朝武昌盛打去 武昌盛一个躲闪 念了一句口诀 屠刀又朝武昌砍去 正好砍住喉咙 一刀毙命 这时就有几个身穿盔甲的大将走进屋里 和武屠夫一起跪在了武光明面前叫太子殿下 武光明也猛了 从这些人的嘴里 他才得知 自己是先帝唯一的儿子刘光耀 也就是当今太子 朝廷上下早就不满如今的统治 得知太子还活着 就纷纷倒戈太子一边 宫中的大臣已经活捉叛贼 这些手握重兵的大将军就来迎接太子回朝 武光明回朝之后 就登基做了皇帝 武昌圣户驾有功 被皇帝认作义父 官居义品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置于水帘 武屠夫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饶了他一命 他知道武屠夫父子的身份后 也是悔恨交加 出家做了尼姑 温阳 过在夫妻一样